两位谈了有两年 两年多了 今儿来干嘛呀 主要是你开始的时候 我们两个感情特别好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 发现他爱我爱的 有点失去理智了就 就就就 哎呦呦呦呦呦呦 哎呀就是他太爱你了呗 对 就是我对他特别好 结果他不知足 还有爱的特别好 受不了的怎么爱你呀 就像开始我们两个 刚才在一起的时候吧 你说当时刚好半年 嗯 他就说给我一个惊喜 来就什么 咱结婚嘛 来这么一句话 当时我特别惊讶 我说不行 你先回家 跟你爸妈商量商量 是这样的主持人 呃因为我们两个 算是一见钟情 我刚看见他的时候 我就特别特别喜欢他 然后他对我也特别有好感 然后我就觉得 闪婚是一件 非常浪漫的事情 所以我才跟他提的 那后来他回家商量了嘛 啊 然后就勾搁就说 你必须在唐山市里 这套房 我说这也正常啊 我说咱们还两年 我挣着钱 哎咱们之后买一套房 哎咱们之后买一套房 但是他这两年 根本就没占下什么钱啊 先别说 咱们先把那也说完 那这个婚结没结呀 还没有 他一直催嘛 后来还一直催 只有说 要不啊 你租个房子 咱们装修装修 他说骗我妈妈 买婚结结了 骗他爸妈 我这哪做得出来呀 这是对的 对啊 后来我说 你是理智的 那我不是太想 跟你在一起了吗 这姑娘 你这个矜持哪儿去了呀 当然了 女生追男生也是一样的 但是他特别敷衍我 年前的时候 我去他家拜年 按理说 他也应该 给我家来拜年嘛 结果他就不来 初一到初八 根本就联系不上 他这个人 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然后微信也不回 我父母都以为 我们吵架了 分手了 问我怎么回事 我就后来再联系他 然后他还是不来 然后我父母就生气了 说你不要跟他搞对象了 我给你找一个好的 咱们去相亲吧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 他居然让我去相亲 他是为我的男朋友 他居然让我去相亲 你什么毛病啊 臭小的 我都是怕再跟家闹歪了 因为这个事 我就直接说呀 先应了他们 我也不是让你真的去 就走过流程 不是你为什么过节不去 人家家看人家父母呢 这个当时因为 也算是家里人的应酬吧 那就说你家里人的应酬 比你娶媳妇重要呗 这件事 他就是怕我父母 问他房子事 所以他就 你别替他说话 其实说实话 我也有点怕 怕他问我这个问题 问问题直接回应吧 我对他好 我爱他 那我们租房子行不行吗 租房结婚也没什么呀 说呀你 但是我感觉 我是一个男人 我应该拿出一个男人 应该有的责任 你啥责任啊 你除了逃避 你有啥责任啊 你要有这份心 你应该登门说明问题 说你看他要闪婚 我也没有这么做 叔叔阿姨 再给我们几年时间 保证对他好 我什么时候 有一个规划 跟人聊聊 对吧 你至少先明确说 我愿意照顾你们的女儿啊 人家不同意你 慢慢地通过你的行为 给暖化别人 哪有这样子呀 相亲去没 没有 你看这个多坚定 行了 就这点问题 还有事吗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 前段时间我一个哥们结婚 邀请我去当伴郎 然后到他这儿跟他一说 不行 不让去 为啥 因为他要跟伴娘 有一个手拉手的环节 然后一个小闺女 站在他旁边 我肯定是不乐意啊 就不想让他去 人吃醋嘛 他有这个毛病 那你就别去了呗 但是就是因为 我们兄弟你说 从小长大的 结婚不再不去 完全特别不合适 去呗你说 我不能拉伴娘的手 主要是我们当时 就那天好 都必须有这环节 不是 你去没去 去了呀 签没签手 签了 我就跟他提了个要求 我说 如果你非要签这个手的话 可以 但是你要跟你的兄弟说好 到手捧花的环节的时候 把手捧花给他 然后让他当众跟我求婚 这样他就算是跟别的女生牵手了 也没有关系了 求没求 唯有 我兄弟 我哥们结婚 我把风筒抢过来 太不合适了 然后就直接把花给别人了 我说他看了挺不乐意 一生气了 拽着我就回家了 但是你答应好了呀 我肯定生气呀 当时我这个礼也没随 饭也没吃 直接把我抓回家 就算什么呀 嗯 行 那这件事之后呢 这件事之后 我哄了间一个同情期 才也哄好 怎么就被哄好了呢 但他特别会 不是人家那意思还没听明白 现在我不想娶你嘛 但是他答应我了呀 我就是非要 不是没做吗 我就非要嫁给他 我就特别喜欢他 我之前没有搞过对象 我就认准他一个人 哎 行吧 我感觉我俩之间 私人空间太少 就是每次我朋友 约我去吃饭 哪一次都跟着 因为他粘人嘛 温都不行 又哭又闹的 我熬不住 只能说你去呗 然后你说吃饭 我兄弟敬我酒 到啥这儿 直接过来钻着我胳膊 还撒娇跟说 嗯嗯嗯 不要让他烦来喝酒 不要让他烦来喝酒 当时我兄弟都直接 脸都红了 你说我也后面人 我就是想用这个方式 别让他喝酒 我是担心他 心疼他的身体 主持人我也知道 他是为我好 但是你说当着我胸里面 他说这话 是不是太不合适了 最后闹到什么程度 都是说他们这边吃饭 哎在那边吃 这边就我两个人 这种程度啊 那我的目的达到了呀 是还是达到了 然后还会那次 我去健身 每次我去健身的时候 也在跟着 总年都不跟着不行 哪次我做完一组细节的时候 他都直接端个水过来 来烦烦喝水喝水 都这样 你知道这每一组大组的时候 我不是大喊淋淋吗 那特别热特别累 不让他就过来 然后搂着我之间 非得闻我汗味 都这样 哎呀你还乐 哎呀呀呀哎呀 就是因为我没有身分间嘛 反正我还特意 都把我那一个哥们的媳妇 就借给上我给他了 我学呢 你俩去逛逛街 一玩玩旅旅游 我好腾出来 我有自己的工作啥的 嗯 到时候他很好 到这儿问我哥们的媳妇 他说 凡凡搞几个对象啊 啊 有没有啥小秘密 没给我说 说这个 我就是想多了解他一点 你是想多了解我 但是你拿个本记上是什么意思 我怕忘了 记什么东西 都是记 我找几对象 有什么小秘密 都记这个 你说别人记笔记对吧 你都记 什么时候好 他这儿 啥不好你记上 正好我带着呢 你可以看一下 标题就叫唯一 10月12号 我明明特想你 特别想让你来找我 可我拼命地拒绝你 我怕你累着 怕你给我花钱 可当你说 那好吧 我不去了的时候 我竟然哭得 那么惨 那么可怜 我也不知道我哭什么 我就是心扎得疼 我好难受 这小女生的心情记录嘛 没啥呀 这是当时 因为之前我们 吵过一段架 哄好了之后 她又写了后来 这是这姑娘的心情 你们好好看一看 其实我当时是不想 让她看着了 因为我觉得 这全是我自己心里话嘛 就是多么多么爱她 我怕她看见之后 飘了 结果有一天 我在写的时候 她恰巧就看见了 然后她就看了 你这就不对了 人家女生的小心思 记在笔记上 你偷窥人家这个玩意干什么 我也是无意中看见那个 不是那这个恰巧说明 她真的很爱你呀 对不对 但是她就是不知足 你都把她给捂死了 她怎么爱你呀孩子 你让她怎么知足啊 但是我就是想 二十四小时跟她在一起啊 就粘着就好了呀 她不需要有什么私人空间啊 她需要你不需要 你考虑考虑她的感受嘛 这个确实有点窒息的感觉了 有点害怕了是吧 对 上个月吧 我爸成病住院了 回来他晚上的时候 九点多了吧 就过来看我爸了 他说一句 要不如咱俩一块儿陪床吧 他说我妈打别人听了 我说 这孤单寡女的 还没过门呢 当时你爸妈咋看呢 我妈的说这么一句话 然后直接把她气跑了 当时她妈妈的那意思就是 好像我没有资格去陪床一样 就我当时也是因为心疼她 怕她整夜的陪床难受 所以才想着说 跟她一起陪床 结果她妈妈就哄我 她妈妈不是为你好吗 姑娘 但是她妈妈 就是你大姑娘没过门了 我们家不让你遭这个罪嘛 不是对你好吗 那我不是担心她的身体吗 而且我到那的时候 她妈妈也没怎么跟我打着火 然后也没说 给我滴个水什么的 就完全忽视我 完全无视我 不是那床上不是有一病人的吗 医院里面不是病人为大吗 谁去看个病人 我也没看那陪床的时候 来来来给您倒杯水 什么张老张 那病人病得不重你知道吗 哎呦 你们俩现在在哪工作呀 她在上 我在武汉 你在武汉 对 这么爱为什么你没去武汉呢 我当时是想说 要跟着她去武汉的 然后她大哥正好 在那个武汉 有一个物流点 她不就去了吗 然后我也想去 我就跟那个大哥 扎了个小谎 说我之前也是学物流的 然后也干过物流 你带着我一起去武汉 我就这么跟她说 然后大哥觉得我嘴挺甜的 然后就答应带我去了 结果第二天的时候 她就拆我台 跟大哥说 我根本就没有学过物流 然后就没让我去了 你们俩分开多久啊 分开一年吧 去年 一地一年了 这一年怎么保持 你们的这个情感呢 就是我每天给她打电话 每天聊天 然后24小时的 就是看她在干嘛 臭小子 去武汉是故意逃跑吧 有这一部分吧 刚才你也听说了 24小时就粘着我 一天打100个多电话 不是 现在不是也有距离了吗 一个在武汉 一个在唐山 你跟我说 心里还喜不喜欢她 喜欢 还想娶她吗 想必须想 既然这么想的话 怎么会 守着异地之苦一年呢 距离产生美吧 这一年她不在你身边 自己过也还行是吧 反正就是 老是自己偷偷地哭 我本来就特别特别喜欢她 结果她就不想在我身边待着 我每次给她打电话 我就跟她说 我说 你赶紧回来 我特别 我特别想让你在我身边 结果 结果她每次都说 我去那边挣钱 不是想让咱俩到来在一起吗 但是我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咱们两个一地 你知道吗 我更希望咱们两个在一起 你就不害怕你这钱攒够了 她人跟别人跑了 说实话我也怕 那为什么不回来 但是我 为什么不带着她去武汉 为什么要刻意制造这种地理距离 其实也不是说故意 不是说她骗我大哥 但她也不是说坐屋里一块料 行我知道了 你说我问你 按理说那么爱 那就应该去武汉 不一定非要到她大哥那个货厂工作 自己找一份工作也可以 你不是平面设计吗 我就想跟她一样的工作 不是 你自己可以去武汉 但是她不让我去 她不让你去你就不去了吗 怕她生气嘛 所以看来你还是有理智的是吧 你还知道有些事可为 有些事不可为是吧 她离开你这一年 家里人还逼着你相亲吗 逼着 但是我都没有 去 有的时候我父母就偷着让我去见谁 然后我就也没去 你要是真的不打算娶她了 或者觉得这段爱情 这段感情太过压抑 让你自己不舒服 你可以明确地说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欺骗一时 你不可能欺骗一辈子 你没有做好娶一个女生的准备 你告诉她嘛 因为通过两件事情就看出来了 你大概真的没有准备好 娶这个女生呢 求婚事件 临场逃跑 春节 去女生家里 看望女生的父母 就这两件事情至少告诉我们 你没想明白要不要娶她 再加上您最后又逃到武汉去工作 所以希望你到最后有一些真实的表达 这个初恋啊 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对吧 记得第一次为什么哭吗 不记得 还记得你上大学的第一天发生了什么吗 不太不太记得 还记得你第一次对一个男生怦然心动是在多大吗 还记得你单相思落泪的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吗 其实都记不住了 我只想告诉你 我们人生会有太多的第一次 那是一段人生的经历 不一定都有结果 过了 你可能都会忘记 我只是想给你打个预防针 因为这是你第一次真实的恋爱 接下来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卷 这个爱情故事的名字叫猫和老鼠 一个抓一个逃 一个抓得更紧 一个逃得更快 网上有一个段子就是说 我的前男友很疯狂地纠缠我 我该怎么让他离开 段子是这么说的 你只要每天跟他待一块不停地催婚 他就会以光速离开你 所以这姑娘爱男人的方式有很多种 但是催婚和逼婚恰恰是最不得体的一种 我做过很多婚恋咨询 我发现女方上赶着自己要结婚的 结果都不大好 为啥 因为结婚之后呢 女生要面临很多怀孕啊 生育啊 家务啊 等等负担 必须要男生心甘情愿地结婚 他结婚后才愿意心甘情愿地付出 如果赶鸭子上架 最后甚至可能是丧偶式婚姻 因为当时他就不大乐意 所以我还是一定要忠告你一句 结婚 特别求婚这个事 女孩可以暗示 但千万不能太主动 还有第二个事 我看你那个日记啊 我看出来 其实你有分离焦虑 你写了你爸爸离开你的时候 你就特别害怕他不要你 抛弃你 你有严重的分离焦虑 就是你害怕你的爱人离开你 这种焦虑会折磨你 然后你被焦虑驱使 又想去抓紧他 你的爱人就被你吓跑了 就是对于恋爱脑的女生呢 我对你的一个建议就是 把你的注意力回到你自己 比如我问你 你除了谈恋爱之外 你还有别的兴趣爱好吗 没有 还有别的朋友吗 没什么朋友吧 那你还有自己的什么规划吗 除了他以外 没有了 所以你的世界只剩下他了 但是对于他来说 这份爱太沉重了 所以我建议你 最好就是把你的注意力转移 回自己找到你的自我 你找到你的该干的事 该计划的未来 该交的朋友 这样的时候 男生反而会来靠近你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时候 你放松 你优雅 你充满魅力 而跟你的相处呢 也没有让男人觉得压力 也许那个时候 他更乐意进入婚姻 其实我挺想让他 像你说那些 但是他就是连着我 他就是不去啊 你跟他先去做一件事 你不要直接告诉他 你带着他 减少他的分离焦虑 才能顺利地把没有自我的生活 过渡到有自我的生活 你慢慢来好吗 你们是非常相爱 你们也有未来 只是第一次谈恋爱 爱的方式有点过火 而你呢承接不住 我们调整一下温度就好了 谢谢 我的意见跟刘老师的又不同 我并不觉得他们相爱 他正在筹划跟你分手呢 你没看出来吗 他在等一个时机 你赶紧醒醒吧 第一次谈恋爱 明白 不想失去 你不想失去的东西多了 你想要都能得到吗 所以别把自己搞成 就是 哎呀我没你活不了 你小的时候是有什么 原生家庭的创伤吗 也没有 没有吧 爸爸不是早上上班 晚上又回来了吗 不是早上上班走了以后 再没回来吧 不是 啊 你那个写的 你那个写的就感觉 我就 我刚才小心翼翼地想半天 我说这个要不要说 就真的像爸爸早上走了 晚上就没回来 然后是抛弃了你和你妈妈吗 是这样的 就是我之前是特别受欢迎的 我父母特别特别喜欢我 结果到六岁的时候 我父母就是有了我小妹 然后他们就更教我小妹一点 然后就把我冷落了 我父母就什么都让我让着他 所以我就觉得 哎 当有一个人这么爱我的时候 我就想让他一直爱我 我不想让他走 你不要自己给自己洗脑了 哈哈哈哈 什么你父母就就教你小妹 那有了小的当然得先一教小的了呀 你都已经六岁了 你能自理了 就不爱你了 全是自己给自己编故事 怎么了就离不开 他就每天一念到他的名字就哭 你那都是写给自己看的 你这些都是自己给自己脑补的 你真的有那么爱他吗 他真的有那么好吗 一个真的那么爱你的男人 他舍得跟你说完了之后 又不去实现对你的承诺吗 他舍得让你伤心难受吗 女生啊 一开始我还想 我说你是恋爱脑 第一次谈恋爱 可能确实是对爱情太执着 你的世界当中只有爱情 小女生能理解 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 你就是格局太小了 这是格局的问题 是认知的问题 然后男生我要说的一点就是 受不了 就说出来 别愁化 他现在之所以 现在这个尼坑里面出不来 就是因为你给他的假象和希望太多了 告诉他一些实话 谢谢 其实我看女生写那些东西啊 我是有一些感触的 因为说起来分离焦虑 我确实是有一个严重分离焦虑的人 因为在我三岁的时候 我妈妈有一次半夜吐血肺结核 就是早晨起来我妈妈就不见了 就救护车带走了 一走就是一年 因为肺结核嘛 她又是传染病 要疗养 一年没见过我妈 所以她在我成长的过程中 留下了极大的创伤 就是突然妈妈吐血 然后妈妈就没有了 虽然后来她也康复了 完全痊愈了 现在很健康地和我一起生活 但是这给我一生 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不知道什么造成了你的分离焦虑啊 但是你那种感觉我是有的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生而为人 就一生要去克服自己害怕的种种 才能成长 才能平静 才能收获幸福 疗愈的事情只能交给你自己 你没有办法把你的创伤甩给任何人 可能我小时候我也不懂啊 但是我一直在不断地学习啊 所谓的折腾啊 工作啊 干这个事干那个事 读书旅行 就是我是自己去疗愈自己 而不是指望一个男人来拯救我 你给我一个永远不会分离的情感 你要有了这样的指望 那你真的得不到一份放松的愉快的爱情 我看你那里边全部都是哭 哭都把人哭跑了 所以女生我希望你去让自己的内心更充盈起来 无论是读书运动 还是去找到更多的兴趣爱好 否则你在这段感情中淹死了你自己也淹死了它 所以你要学着放松 不要把责任让别人替你来扛 你害怕分离别人帮不了你 你只有做一个更完整的人 你才会不怕分离 你才会拥有相聚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把它推向和你分离 越害怕什么越来什么你知道吗 学会自己让自己的内心成长 不要依赖任何人 男生你还是挺不容易的 但是在这场爱情当中 你也有一些不是很坦诚地面对内心 你逃到武汉去其实就是想逃避 你也承担不了 但你拖着一个你拖不动的沉重的负担 让它往下沉 你也往里沉 对谁都没好处 我觉得你还是要远离的 远离她不是因为不爱她 是给她空间成长 自我的成长 是幸福的开始 谢谢 你这样的恋爱 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姑娘 像你这种女孩 就是这种特质 湿答答地结着仇怨 没事就用眼泪把自己给淹死 或者把对方给淹死 爱得疯狂 爱到极致 爱到没有自我 爱到迷失一切 这个真的不流行了 现在大家流行的是什么 是我们认真搞事业 顺带谈爱情 而不是我们为了谈一个恋爱 人格也不要了 自我追求也没有了 当你去写下 哎呀我不爱自己了 那她凭什么爱你 你都不自爱她 爱你什么呀 你不能够停留在六岁的时候 那个自私的小姑娘的状态了 六岁的小孩可以不懂 为什么我的弟弟妹妹 更需要父母的照顾 因为那个时候 六岁的小朋友理解不了 一个小婴儿是需要人 无时无刻不在那里盯着 但是等你再大了一些 等妹妹也把你当成了 她世界里头的主心骨 妹妹威在你身边 你在教妹妹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真的不懂吗 你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真的不懂说 我的爸爸妈妈在那个时候 分一些爱给妹妹 只是因为妹妹不能自理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如果妹妹要嫉妒地问你说 凭什么姐姐比我多得了 我爸妈六年的爱 是不是 当你在说我爸妈 把原本完完整整的爱 分了一半给妹妹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你曾经还独占了爸妈六年呢 你妹妹一天都没有独占过 好可怜 所以你看同样是一件事 你怎么想就决定了你的态度 所以现在的你是时候 跟六岁的自己做一个告别了 你要的就是得恢复起你对生活的力量 控制住自己的不作为 控制住自己的软弱 你找回自己的力量感了以后 是他追着你跑了姑娘 是他追在你后头在说 你原来那么爱我 你怎么现在都不闻闻我的味道了 是我的味道改变了吗 他也会在后头说 你怎么没有追着我打电话了 你最近还给我写小日记了吗 你为什么不写小作文了 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了 这一个人乖乖地缴械投降 而最棒的是 你控制住的是自己的人生 好好想想吧 找回被你一直没有捡起来的力量 行了姑娘 对你来说 核心词就是一个叫成长 对你就更简单了 是什么就是什么 不能遮掩 不能犹豫 这个时候越犹豫 对别人的伤害越大 坦诚面对自己 在这段爱情当中学习成长 你们俩就够了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你真的想过要和我分开吗 其实并没有 我就是希望你能 不要老活在自己的想象里 那你有想过 跟我结婚的打算吗 有 我们还能像刚开始那样吗 会回去的 那 你觉得我幼稚吗 并没有 谢谢两妹 请回吧 请关门 看看这对年轻的小朋友 就做何选择吧 请开门 哎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情侣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啊 姑娘记住啊 人生不只有爱情 谢谢两位 请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行